酒鬼代表 阿哲 我們到富貴角燈塔了 台灣水準原點 小偉剛剛驚魂忌昂 有空氣放在車廂 就發現感應不到 感覺T樓有點高三燈發作 油門吹不太起來 除了八燈發作 C作曲 阿哲 又多壯 又更改善 我們第二天起床呢 就在小偉他家吃早餐 我們吃他親戚親手包的水餃 又大又好吃 吃飽之後呢 我們來訪問一下我們的路人家一兩位 昨天睡得好不好啊 昨天有睡飽嗎 沒有耶 為什麼 都被你害的啊 我打呼聲好聽嗎 而且這就是你還這樣比好不好 我比什麼 我比什麼 沒有比什麼是好像比的捲頭 然後吵上你啊 對 沒有有點累有點累 那我打呼聲好聽嗎 眼睛比較痛 訪問這路人家 你就有睡飽嗎 非常飽 啊我的打呼聲如何 我昨天晚上比了一手好賽車啊 他又有打呼嗎 阿澤有啊 一下子 然後他自己會起來 那我 你起來只有你的鬧鐘有沒有 3點 3點 你會嚇到 總共快就6點了 我真是忘了關掉 那我們今天一日戰 盾起 走出發 嗨大家好 我是東寧 AKA孤獨騎士 為愛走天涯 今天是我們四天三夜環島活動的第2天 我們今天的目的地呢 是要到 墾丁 那邊過夜 在這邊先跟各位觀眾說聲抱歉 如果是正常的八字環 那 武嶺下來之後應該是會往 台南那邊 先去國聖燈塔 然後再到 高雄的 過港隧道 也就是所謂的 最低點 那由於這一趟呢 是小偉安排的 所以呢 這途中 的行程 會跟各位想的不太一樣 那至於我們會去哪裡呢 影片看下去就知道了 我這邊補放一下 我們昨天第一天 有到 南投浦里的 地理中心盃 那因為那時候已經 很晚了 所以我並沒有拿出我的GOPRO錄影 我們只有用手機簡單的做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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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第一站呢 就是要到 奮起湖 我們今天第一站呢 就是要到奮起湖 霍林那一段 因為天氣變化上有一點大 而且 車子可能高山震發作 其實不太好吹 不然昨天第一天 我覺得 都還OK 沒什麼問題 但是呢 這趟旅途 我覺得 最大的問題點 是在我 第一天 其實人 就有點不舒服了 那就是 我的肚子 有一點點 怪怪的 又不是說 很想上廁所那一種 或是拉肚子 就是非常的 不舒服的感覺 那還好 活動結束後 我有去檢查身體 那醫生說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就 放心下來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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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奇怪 你們都上網了 單身嗎 給約嗎 安安 不然幾歲 你怎麼走 安安給虧嗎 給 鳳梨湖 我們現在在奮起湖啊 然後 因為早上吃太飽了,現在今天很早 所以呢,我們就沒有要來吃 便當了 那剛剛買了很多一些 禮物啊 要回去送我姊姊,跟我姊女啊 吃東西就是滿足啊 剛剛吃完了一根香腸,還不錯 一至四十,然後找三豬肉一盤 一分一百五 我覺得花蓮的肥腑,現在今天比較好吃 不過也是不錯啊 下一站去哪裡? 下一站嘉義士,補帶 好,補帶,OK,GO 好 離開奮起湖之後,我們就往嘉義出發 去找小偉他的車友 我覺得等一下的 行程應該是這四天裡面最爽的一天 因為 有吃不完的美食 然後出門又有車可以坐 不用騎車,超爽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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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我們就很輕易 快快快 快快 他都沒有噴 你跟這裡這麼累就齁 不知道大家可以抓人的嗎 我說齁 這要把你抓下去 你就回不了家了 我跟你說 我們這裡有三線路啦 三線路啊 看這個 抓一條人 我不敢 要這樣 要這樣 要送這樣 不是要害他屌喔 害他屌 把他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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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應該有雞媽車在裡面的吧 蛤 兩個車有啊 你們有雞媽車在裡面的嗎 沒有沒有 我們是以前騎RV 150 180 的社團這樣過來的 所以現在野生罩 都騎雞媽 沒有耶 他騎鐵鵝啊 不是鐵鵝啊 不是鐵鵝啊 對啊 這比較沒那麼甜 這林內啊 這這沒那麼甜 不知道 要講一下啊 像波羅麥包醬汁 咬下去 咬下去 整個裡面都是醬汁 醬汁還有醬 爆醬 這爆出來才可以喔 這爆出來才可以喔 蛤 蛤 這樣刺 沒有啦 這個已經 沒有啦 有一個喔 我先抓得出來喔 沒有 不是有一個 像我剛才一架下去 後來會燒 整個爬到的 怎麼沒有人 有啦 有啦 沒有 你要留整個手來算喔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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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守住最後一道房間 嗯 這樣後面就不好看了 吃飽喝足之後呢 我們就要準備出發 要前往台南的國聖燈塔 現在時間已經快要下午3點了 對 沒錯 不要懷疑 我們快要3點了 人還在嘉義 我們的 集八點 落八環島 第二天的第一站 都還沒到呢 然後各位千萬不要忘記了 我們今天是要在墾丁過夜喔 現在呢 還在嘉義呢 小偉的車友呢 有兩位要跟我們一起撇跑 那 其中一位呢 會在中途就離開 另外一位會陪我們到 國聖燈塔 哇 現在風超大的 我們在國聖燈塔這裡啊 風大到東太集團 全部不能飛啊 等一下 好要 跑到墾丁 快暈倒了 快暈倒了 建議不要再進去喔 會滑 這邊沒辦法通到地上嗎 呃 因為你看中間全部都是殺 幾十年前可以 呵呵呵 如果沒殺的話 你就可以騎到對岸了 你裝手扶我都玩了 工人都說 有一台車在那邊翻了 所以我盡量不要 不要開玩笑 那還是別吧 喂 喂 喂 你好 你要幫我整個道具比較 喂 你好 我放手喔 那因為國聖燈塔那邊風實在太大了 所以呢 我們車子根本就沒有辦法騎進去 我們只能在外面做拍照而已 正常來說 離開國聖燈塔 應該是要前往過港隧道 也就是所謂最低點 那可是呢 我們的時間不夠 所以呢 就只要趴時那一段了 俗話說的好啊 這一次的遺憾 留給下一次來尼補 最悲劇的事情呢 今天我們是要住在墾丁 但是呢 當初在排行程的時候 有跟小偉說 住宿的部分 由他做處理 結果呢 那時候他有事情在忙 那也忘了跟我們說 他並沒有訂房間 那我們在當天才知道說 其實當晚 我們是沒有地方可以住的 我跟阿澤聽到時候都傻眼啦 那 好家在呢 小偉馬上聯絡他老婆 請他老婆幫我們處理房間上的問題 還好最後是有訂到房間可以住的 後面這一段呢 我騎到有點心累 原因是因為呢 我本來就不是一個喜歡夜騎的人 因為我晚上 視力 狀況比較差一點 所以呢 我都盡量晚上不要騎車 但是呢 白天 我們都去跑了別的行程 我們幾乎 是從下午 才正式去跑我們所謂的 八字環 跟幾八點 的行程 的行程 有一點變相是 我們把所有的路線 壓縮在 下午到晚上這段去騎 所以到了墾丁 我跟阿澤是已經整個快崩潰了 因為超級無敵類啊 後面 雷天 後面 前往 後面 後面 有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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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折騰 我們終於到墾丁這裡了 騎到我們突然的一個人 超累 我們根本是把 那個重要的路段全部壓縮在晚上的這個小時的時間在騎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了好不好 我們在壓縮騎車有夠累的 從台南那個國盛騎到這邊一斤耶 根本在騎的 超累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做個結尾 那如果喜歡我影片的人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東尼 我對東尼 我們下次見 掰 我喜歡我的影片 你咻可以拍到什麼 我頂張説 我喜歡我的影片 我是中央的 謝謝你 我幫你拍到